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荣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上升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布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讲《胜利道格》当中 第一部分 全学密法已经讲完了 第二部分 全发菩提心 这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法心的理由和法心的功德 法心的理由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法心的功德 以此可诸恶趣门 也可获得善趣乐 取之究竟解脱地业 切莫善乱修此药 那么上书所讲的 法无上的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道理 我们《学戒论》 《入菩萨心论》 以及《大乘的有关经典》里面 都讲得非常细致 所以我在这里不多凡说 中而言之 从几个方面来体现出 菩提心的功德 也可以说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生起了 无微的菩提心 那么从此之后 因为它相续里面的 这些罪恶全部遣除 一切善根和功德越来越增上 这样一来 它把菩提心 已经注射了地狱 饿鬼 旁生的 恶趣的门 已经挡住了 菩提心如解末火 刹那轮回咒种罪 菩提心就像是解末火一样 一刹那间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当时顿时 重大的一些造无无间罪 或者说 邦法等特别难以清净的 这些罪业行进 如果罪业清净 那它也不可能堕入恶趣 上师如意宝以前的 一个教言当中也说了 具有菩提心的人 不会堕入恶趣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应该临死之前 全力以赴 想尽一切办法 自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一旦生起来了以后 不要使它毁坏 这样以后你不会堕落 这是第一个功德 第二个功德 有了菩提心 因为它的善根和功德 越来越增长 这样一来 你死了以后 不但不堕落趣 而且暂时转生到 殊胜的天界当中 或者具有福报的人间的归宿之家 享受善取的一切快乐 这是旧暂时的一种快乐 因为一切众生的安乐 其实依靠菩提心而得到的 平时我们寂天菩萨也是讲了 正规菩提心 众生安乐因 正规的菩提心 是所有众生获得安乐的因 那么这是暂时的一种功德 最究竟的功德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五道十地圆满 最后获得圆满真正觉的果位 所有的善恶趣也好 轮回的烦恼障碍全部遣除 已经获得解脱 所以真的 菩提心对众生来讲 的确利益是非常大的 佛阅多劫 甚至为坚持决心 罪饶益 无量众生意欲持 顺利能获罪胜乐 所以佛陀在多生累劫当中 一致思维 所有众生最有利的事情是什么呢 有吃得好 还是有穿得好 或者他们的身心健康好 凡是佛陀通过超越我们世间无碍的智慧 来再三观察的时候 最终发现菩提心是众生最有利的 就像现在的一些发明家 通过很长时间的前行研究以后发明出一个东西 最后觉得对人类有利 就是佛陀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发现菩提心是对众生最有利的 所以依靠菩提心无量无边的众生 获得无上殊胜佛的正等觉的果位 因此法王在这里说 切莫散乱 我们在修学菩提道的过程当中 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心思被世间的各种 世间八法或者世间一些外面的迷惑 以及迷失方向 千万不要这样的 一定要认认真真地修行这个菩提心的要点 就是菩提心的密具或者它的密钥 在我们一切修行当中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可贵的一种修法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在座的各位 听过《入行论》的人应该说对菩提心有所认识 这一点我本人来讲也是的确心里面很高兴的 现在不管是到哪个城市 大家都觉得菩提心还是很重要 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烦恼 工作 各方面的原因 还没有修得很好 有些人还是修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人生很短暂希望不要先对一个大法开始高盘 应该自相续当中的基本加行的修法圆满 同时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 每天都要观 每时每刻都要去想 这样以后自己对今生来世有非常大的利益 这以上讲的是第二个 讲菩提心 那么第三年讲出离心 法出离心也是分两个方面 首先讲世界的功德 破戒的过失 或者戒律是一切的根本 讲这两个 欲诸轮回之身是不欺险没之信念 当此人天供养出 殊胜掩饰之境界 对于要想脱离轮回的 这样一个求求解脱者来讲 对所有世间轮回当中的 名声也好 地位也好 或者一些权势 以及种种世间的妙语 殊胜的这种事 一点也不生起羡慕 渴望 希求之心 好像我们看到 有钱的人也不去羡慕 看见特别豪华的轿车也好 或者一些美哉 什么样的 世人特别羡慕的一些对境 当你面前现前的时候 你就把它视为如梦如幻 或者觉得就像水泡一样 没有实在的意义 这并不是口头禅而说说 实际心动当中 或者内心当中 因为对整个善界轮回 犹如火灶一样 没有这种刹那的 对他生起一种真实的羡慕心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生起一种真正的严厉之心 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就像南陀尊者一样 对善界轮回不起任何的贪恋和执著 是很难以做到的 但是一方面 先通过理论修学 然后自己长期地这样串习 我们都会感觉得到 三界轮回都没有安全感 最后一定会生起厌厉心 或者说厌世心 但这个修行最好的办法 先修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然后轮回过患和业果不虚 这四个共同修法 修完了以后 你的相续当中 也会生起厌厉心 修后欲诸轮回佛 刹那不胜 羡慕心 宗开巴大师在《善主要道论》里面 刹那不胜 善慕心 日夜欲求解脱道 二十一生出离心 什么时候生出离心呢 如果我们修了释迦心之后 对整个轮回的一切荣华富贵等等 就连一刹那的羡慕心和一刹那的希求心也不生起来 然后日日夜夜都是心里面唯独地想获得解脱 就像《观者监狱》里面 很想释放出来一样 这个时候你的相续当中会生起了出离心 当然这个从一方面来讲要求是比较严的 日日夜夜的话一刹那也是不生起还是非常难以做的 尤其我们凡夫人的时候在课堂上 在教室里面的时候很多人真的觉得 就是轮回的一切事尤其是有一个上师 或者一些书本里面讲得非常精彩的时候 真的是轮回的一切说事都没有任何事宜 我的相续当中可能生起了出离心 但是你等一会儿出门 然后路上遇到了一些悦意对境的时候 原来的出离心当然无存了 那个时候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 这是对一般凡夫人来讲很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修行解脱者 首先对人天福报也好 名声地位也好 应该看得淡 看得破 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名副情世的修行人 当然这个理论上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会比较明白的 那么这样心的基础上 要应该受持人间 人类和天界一切众生可以供养的 而且整个世间的庄严就是清净戒律 一定要受持这样的清净戒律 因为戒律可以说是一切功德的根本 戒为取善去 渡河之桥链 《别戒头经》当中也说了 戒的话就是取善去 取向善去的 行善去必须依靠戒律 他可以渡过大河的这种桥链一样 《别戒头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其他所有的一些 比如说世间的金银财宝 二环 首主等等 这些严实并不是很庄严的 如果一个人具足清净戒律 这是真正在人天众生都可以供养 人天众生都可以对他进行顶礼 摩拜等等 所以说 受持这样的清净戒律非常的重要 当然作为那个众生的根机也是不同的 如果自己对出离心各方面比较强的话 那么出家受比丘比丘离戒或者沙明沙明离戒 然后如果这方面的因缘还没有成熟的话 也应该受持居士戒或者说 具有出离心的这样的皈依戒 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非常重要 如果即生当中什么样的戒体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一切的功德很难以生起来没有根本 戒入东京之大地 一切功德之根本 《亲友书》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戒一切东京的依靠处就像大地一样的 一切功德的根本 所以一份戒律也是不受持的话 将来真正是获得人身 能转生到山区 这是非常的困难 因此首先对每一个人来讲 尤其是皈依三宝的这些弟子 自己还是有一个约束的戒律 这是非常的重要 下面就是讲 如果破了戒没有忏悔 这个果是非常大的 一切增上病生乐 惜戒依此二生果 倘若破戒 多恶趣 切莫迷惑当去世 那么世间当中暂时的 人天福报的一切 人天增上升的快乐 还有出世间的 我们所谓的解脱 也就是说 是菩萨佛陀这样的果位的快乐 全部依靠戒律而产生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刚才也讲了 没有一份戒 所有的 这样的功德无法生起来 所以如果破了戒 那么一定会堕入善恶趣当中去的 因为破戒以后 尤其是破了根本戒 或者与根本戒相关的 然后在一生当中 也是没有忏悔 没有得以清净 这样的话 他的罪过非常可怕的 有关《别解脱经》的经典里面也说了 破了戒律的人 他的去向 唯一的地狱 恶鬼 旁生 一定会堕入善恶趣当中 这个时候 自己都是不能解脱的 利益众生根本不能做的 非常可笑的事情 破戒自利 尚不能 岂有成办利他利 《般若舍诵》当中也是做了 破戒的人 连自利对他来讲是没办法承办的 还要想帮助别人 或者诸度一切众生 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绝对也是办不到的 因此末法时代的时候 的确很多人受持清净戒律 这一点越来越困难 尤其现在信息时代 在商业化这样的时代当中 很多出家人受持清净戒律难上加难 非常困难 我本人看到有些我所在的县城里面 我了解的一个寺院大概在十年前有三百多个出家人 然后现在还不到两百 基本上在十年当中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 很多出家人就没有了 因为外面有各种各样 比如说电视 电脑 还有手机 再加上市场上烟花缭乱的 种种外境的光 在我们凡夫人的面前一直散锁着 一直诱惑着 这样之后不像古代的修行人一样 真正是相续当中具有出力性而到清净的地方 修持正法的人非常非常地少 这次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很多很多 一些各个寺院的方丈 主持 一些大德 然后我问你是哪个寺院的 我是什么什么大寺院 问你们有多少出家人 二十来个人 十来个人 最多三十来个人 包括在汉地真的是非常可悲 可以这么讲 很不客气的一种客观的语言来描述 现在很多地方佛学院虽然现在出家人很多 但是将来变成怎么样也是不好说的 有些出家人问你们寺院里面有多少人 我说现在国家统计的已经有六千多人 啊 你没有算错啊 他们确定在一个寺院当中六千多人的话 那我说这是常住的 他们登记的 但是流动人可能还不了 流动人还是更多的 很多人都觉得我在造一些神话 所以我确实是法王的加持 我们这里每天都是有这个 今天我要想出家 明天我要想出家 好像出家人太多了一样的感觉 但是在别的地方的确也不是很多寺院 在以前非常出名的寺院现在都变成一种金碧辉煌的殿堂 除了这个以外 里面也没有 那天我还遇到有一位比较出名的一个和尚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说你寺院有多少人啊 首先他讲很多寺院花了多少多少钱啊 讲讲讲 我说你寺院有多少人啊 我寺院有一些居士 出家人只有我和我的徒弟 所以我也并不是说现在汉传佛教不兴盛了 不是这个意思 藏传佛教也是同样面临着这种危机 不管是拉萨那一点也好 现在我们抗取这一带 很多很多寺院的出家人越来越减少 越来越减少而且很多老的这些比丘和修行人 纷纷地远寄 离开世间 而小的这些人不愿意出家 中年人 还寿的人也非常多 所以出家人真的受持清净的戒律 现在越末法越可能是在我们几十年的过程当中 也看得出来越来越麻烦 现在看来居士有一部分的确也有相似的处理性 我不敢说是真实的处理性 但是很多人有希求之心 既然有这样 还是大家要重视戒律 居士当中也是对三规五戒应该受持 如果破了希望应该在一些上师面前又要接受 因为即生当中有了这样的戒 一切功德都依存 依靠处可以有的 如果没有大地 整个草木没办法成长的 同样的道理 一切功德建立在戒律之上 因此现在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千万不要迷惑 不要迷失方向 一定要详细细细地取舍 该接受的 护持戒律的因缘 顺缘接受 应该抛弃破戒的一些违缘 这些一直抛弃 应该在这方面值得努力 这是讲的出离心 应该说是第三层内容 然后第四层内容讲法王讲的人格 首先宣说什么是现善的人格 然后讲现善人格的功德 分两个方面来阐述 言行恒时随顺有 并行正知 心善良 若于长久利己者 暂时利他乃巧诀 他这里说什么是一个人格啊 这个人格的确也是很重要的 前面讲了修行律法也好 般若法的成就 依靠菩提心 要以菩提心的基础必须要出离心 这个出离心应该只有好人才能生得起来 非常坏的人有没有出离心呢 不可能的 没有出离心 有没有菩提心呢 更不可能的 那没有菩提心和出离心 他会不会大圆满地开悟呢 更不可能的 你因为小学没有读的话 中学的水平不可能有的 中学没有 大学也没有 中学大学什么都没有读过 有一个博士学位有没有呢 可能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 他的证书肯定是假的 所以他这里说 这种人格的确是 法王如意宝也是多年修行的这种智慧接近 我觉得不管是学任何一个显宗密宗 任何一个佛法 这个人格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没有这样的人格 什么出世间法呢 根本是智商谈兵 没有用的 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麦芬仁波切应该是在二规教言 还是军规教言 应该二规教言能吧 佛法即是什么 实法即是佛法跟若无世间高尚心 则必始终不容有 殊胜佛法之归故吧 就是有这么一个教证 说是世间法 也就是说现善的人格其实是佛法的根本 如果一个人没有高尚的行为 没有高尚的人格 那殊胜佛法的规矩 殊胜佛法的证悟和教理 对他来讲是没办法叹气 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他这里讲人格很重要 当然人格的话 我们平时脾气好不好啊 这个人的性格好不好啊 或者说这个人轻不轻快啊 每个人对人格的判断 也有很多很多不同观点 有些人认为是漂亮的人 人格米粒 有些人心比较软 认为这是人格很好 有些人比较坚强 人格是好的 但是法王并没有这么说 他这里所有人们所谓的人格的评价当中 要有这么几点 希望大家应该记住啊 一个是言行恨事随顺有言行举止都是对任何 上上下下的朋友也好 亲友也好 所有的这些人与他和睦相处 就是不会呢 今天这个人来了以后马上搞乱了 不管是他哪个团体里面去的话 这个团体就乱了 不会这样的 这个人对谁非常的和蔼 和得弄 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对上者有恭敬 对下者有悲悯性 对重者还是有非常和谐 这样的人叫做人格好的第一条 我们平时发心的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上上下下的人任何一个团体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但是人好的话 他的观清净心也是很好的 谁说什么 他也是可以随顺的 所以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也说 我随顺世间人 为什么讲佛陀都是随顺世间人呢 就是我们做人的时候一定要随顺世间 当然随顺 并不是说具有贪心的人 你随顺他 然后具有诚心的人 你随顺他 起嗔恨心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应该合理的 如法的这些行为 随顺他 跟谁都接触得非常融洽 这是第一个人格 不论所有的人上去的时候 我要下去 我们讲座有一种比喻 对坏人的一种象征 说是一百个牦牛上去的时候 嘎巴牛往下去 但这个比喻其实还是很形象的 因为所有的人做这件事情 人格非常不好的人不行不行 我不上去 我要下去 一般人不好的话 平时比如说 我们从色道到成都 在这个车里面可能要跟好几个人吵架 坐在车里面也是这样的 住在房子里面也会这样的 然后在任何一个地方发心也会这样的 所以不好的人出去以后 大家都心里都很舒服 哎呀 好像烟雨已经取错了一样的 哎呀 我们好好地吃一顿饭的 那个坏人已经走了 多好啊 心里都舒服 如果有一个好人离开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心里特别伤心 那怎么办 我们中午都不想吃呢 那么好的人已经离开了 呜呜呜呜呜呜 开始伤心 真的人表面上看来都还是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刚碰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都是有分别念 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 看起来看不出来 有时候看起来应该言行举止都很不错的话 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大肆说望 有时候 这个人是不是比较坏啊 结果接触时间越长越非常不错 有这样的 所以人格好 第一个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 并行正直 人在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说话也好 做事情也好 平时心很正直的 不偏淡 也不贪执自方 嗔恨他方 什么都是把自己放在主要的位置 一直是不公正的评价 不是这样的 人特别的正直 他始终都是以真理为主 不会骗到哪一个人 这叫做正直 人正直很重要的 二归教言里面这个也是讲了很多的功德 然后第三个 心体善良 虽然这个人有很正直的 还有随顺别人的 但是心恶恶 那就没有什么可靠的 现在表面上看到有些领导也好 有些学者 还是 话也说得特别的漂亮 可是心里面也只是存着 自私自利害别人的这种心 那这就一切都完了 心是一切的根本 心善地道 意献善 心恶地道 意恶劣 宋开巴大师所讲的一样 如果心善 一切前途都是光明的 如果心是恶劣 那前途都是黑暗的 一切就不会得到真实的效果 所以心地善良 这三点做人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然后他这里说 如果你要长期地想 自己得到利益 那么这样的话 你暂时利他 这是非常好的 法王的意思 很多人作为一个凡夫人 对自己不考虑的人 可能是没有的 但有些考虑自己的过程当中 不会考虑 反而得罪很多人 最后自己的事业也是不会成的 所以最好你心里面不要这样 不然有一种教诲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帮助别人不是很好的 但是万部也可以说退一步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想要自己得到真正的利益 你最好是对别人好一点 这个时候别人对你的认可 别人对你的赞胆 最后你自己有生存的空间 记得原来我有一次乘飞机的时候 我旁边坐了一个年轻人 他看起来人很有才华的 素质很不错的 他在企业当中好像是一个中经理吧 他不信佛教 但是我们谈起来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语言 后来他说来说去 人应该要做好人 应该帮助别人 即使自己想在企业当中有成功的话 你一定要帮助周围的人 才能自己有生存的空间 否则你以为地想着自己的话 最后身边的人都是很聪明的 都能感觉得到 最后你也是不可能在这里有成果 我觉得他的说话很有道理 我说我们佛教当中也是赞叹这样的 真的这样的 有些人比如说 本来自己想一直一个上师也好 或者一直一个世间的一些企业家也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想着自己 最后别人就看出来 他的言行举止不一定要他的 如果他虽然想自己带到这里 但是一方面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 在这个时候 别人对他会看伤 所以我们很多世间人真的是 一个人想自己得到一些利益 那么暂时帮助别人 这也是很好的一种窍诀 以前上师一边开玩笑 一边他通过多年的一些 生活的纪念 现在很多人不会做人 他想着自己 其实很明确地说 每天都是自私自利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不一定很好的 现在世界上的有些年轻人 比如说他喜欢一个人 他一直把他束缚着 一直自己尽力占有 最后不只有成功 如果他一心一意地想帮助 那对方也毕竟是人 最后对他也是创造一切的顺缘 所以世间的很多人 也不懂这样的道理 尤其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 这个人格的确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人格 其他很高深莫测的境界 谈起来也恐怕是不能成功的 上面所讲的这样的人格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做人有很多很多 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好人 做佛不可能的 所以先做好人 只有这几个问题上可以下功夫 还有如果你再想广一点地了解 比如说我们《教会甘露明典》里面 也法王讲了一些狂轰大量 还有广闻博学 这方面一些人格的要求 也有这个说明 此乃清净人归法 三世诸佛方便道 一位舍智精华 诸位弟子且莫亡 这样的现善人归 其实应该是非常的难得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以前藏地也是佛法特别兴盛的时候 国王中赞公布在藏地也是规定了 人归十六条 其中也要做人很多的 比如说恭敬三宝 修行正法 还有小顺父母 信心正知 信心狂轰等等 有很多这样的人格的修法 可以说这样的要求 所以他就是诗鬼 也就是说法鬼 那么他是三世诸佛的方便道 我们三世诸佛当中不管是哪一个佛 他在做人的时候肯定会做好人的 不可能一个坏人变成佛 佛不要说菩萨都不能成 菩萨不能说 罗汉都不能成 罗汉不要说一般来讲 稍微一点点佛法的境界也是 只有好人才有 我们也平时看得到 真正有修证的这些高僧大德 不说他出世间的修证 真正从人格魅力方面很吸引人的 我的一生当中也一直过很多善知识 真的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中远远超出我们所想 很多凡夫人不管是说话也好 分别念也好 很多的言行举止没有什么可持的消防 可是这些高僧大德在人格魅力的基础上 可以出现很多不共出世间的境界 所以六周灰龙也说佛法不离世间法 原因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世间基本的一些法轨离开 那么佛法的成就无从谈起 那么他这样的殊胜人归 三世诸佛的方便道 他们利益众生也好 自己成就的方便法当中 都是人格现身不可缺少的 也是我们六度四色当中 四色的净化 怎么四色的净化呢 碍语 布施 碍语 还有力行同施 这四种菩萨利益众生的四大行为 都是人格魅力 才能可以进行的 比如说 你有了很好的人品 你愿意布施 你愿意给别人 摄受众生的一些碍语可以做出 然后你可以做利益众生的这种事情 帮助他 关心他 同时你自己也是言行举止 也给别人会起魔法的作用 这样以后它也是实际上四色的一个净化 所以说法王罪礼最后强调 所有对我有信心的这些弟子们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这些弟子们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做人 你如果做人都做不好 那其他修行的境界真的是没办法弹起来 因此上面所有的这些境界就像是一棵树一样 你如果树根没有 树金不可能 树根没有树枝 树叶 树果这些不可能出现的 同样的道理 先自己应该想要做一个好人 今天各位应该心里面想 我今后最起码也是随随别人 不要天天今天跟这个吵架 明天跟那个大家 虽然大家的胆子没有 但是天天毁谤别人跟谁都合破龙 这样也不行 让心里面特别恶 今天跟这个圣承恨心 明天跟那个发恶缘 这种恶心也要断表 同时自己要做一个正直 不要做一个狡猾的人 现在世间人真的很狡猾 有时候我看到台子上的领导也是很狡猾的 说起来非常漂亮 下来过后全部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世间上真的是狡猾的人太多了 自己要做一个正直的 做一个默默无闻的 即使你有名声地位也不要紧 自己要一个公正的 如果你变成一个公正者 那别人对你的误解也好 诽谤也好 或者说对你的愿望都不会有任何过失 因为你始终像纯净一样发出真实的善良光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种黑暗也好 其他的外缘不可能覆盖你的 所以我们先做人一定要发愿 以前盖当派的很多歌星要摄受弟子的时候 首先看这个人是不是很坏的 如果坏人 他不摄受 不给传法的 如果人是好人 虽然是愚笨 但是他认为可以叫出来 人愚笨不要紧的 只要是人好人 那人好人并不是说刚才讲的一样 你好看 或者你声音好听 或者你身体很沉重 这个好人是沉重 不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好人心善良 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发什么样的心 心一定要善良 心不善良 那人的根本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做好人 做了好人以后 你再谈佛法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佛教徒千万不要团体之间也勾心独教 人与人之间 每天都是正知不息 那这样不信佛教的人都是会讥笑我们的 你看 佛教的团体是是非非 每天都口是心非 做得那么糟糕 非常的复杂 一看了以后 不会生起信心 如果我们圣团里面和睦相处 一切都是很和和的话 大家也生起信心了 原来慈尊罗仲我们两个都是 碰过一个藏地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博士 他就非常羡慕我们学院 他说你们学院人多也是一个特点 清净结论也是一个特点 但是他觉得比较稀有的就是我们这么多人没有打架 他们单位十几个人每天都好像五六个人的关系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觉得非常稀有的 这也是法王如意宝的价值的确是我们这么多的僧众 当然从小的方面可能人与人之间稍微有一些矛盾 这个是难免的作为凡夫人士 不要说我们佛陀身边的比丘里生团的一些情况 现在学戒律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也有复杂性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从大地上面我们还是很和和的 因此我们也非常希望不管是学显宗 学密宗 凡是学习佛法的四种弟子 居士 出家人 其他人跟信佛和不信佛 其他宗教全部应该有一种和蔼 团结的气氛 这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即使人格显善的一个表现 这以上法王也讲了 千万不要往这样上面所讲到的学习 显宗密宗的薄弱智慧 它是依靠菩提心来的 然后菩提心依靠出力心 出力心依靠人格 所以说四句 其实这个教言全部归纳起来就是四句 我认为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从修行和理论相结合的一个智慧的终极之词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地记在自己的心底 下面摩依 摩依作回行和后面的造论知识 以此善根愿诸宗超越轮回知识愿 宁诸行持皆欢喜往生西方极乐差 那么以上所作的善根回向给天边无际的一切老母有情 但愿他们超越三界路道轮回的非常恐怖的神愿 同时八万四千法门所有的智慧集聚在一起 这样的窍诀出现于是的时候 让所有与法王和对佛教有信心的这些信子们 应该生起欢喜心 我们在茫茫无垠的人海当中 已经遇到了像如意宝这样的窍诀也是我们的福分 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我不知道在座的人心里面有没有欢喜 有欢喜心说明你对佛法还是产生信心 如果什么欢喜心也没有 胜利道口反正两天已经讲完了讲完了就可以 待会儿我回去吃什么东西好啊 一直想着马上下课了今天真的是很快乐 欢喜心没有应用到获得佛法上面 而用上了马上下课了 马上讲完了千万再不要逛街 马上可以回去可以吃东西可以睡觉 往生极乐让所有结缘的这些众生 全部都往生极乐世界获得无上的快乐 将来利益无量的众生 第十七圣神诸宾赐粮 这个是一般藏令六十年十一个诸期 大概是公元应该一千年二十七年的时候 这个就开始的这样的十七圣神 现在十七圣神诸宾 如果我们公元的话 当时是1996年9月21日的时候 法王如意宝当时造胜利倒戈 我等师徒遣除内外密住违缘 具体的情况我前面也已经讲了 当时法王刚回到学院 然后遣除外面一切的违缘 所有的学院当时也是在欢聚一趟 我们这个学院当时也是专门开了一个 金刚意乐法会也表演了 当时法王整个生病的过程 还有最后中东巴和麦彭仁波切 他们来给法王加持的一些中间的倒戈 全部都当时也有表演的 去年我好像看到也有一个录像带 这个录像带是比较模糊的 其实已经是离现在好多年了 九六年的时候已经十多年了 阿王罗织宗门师上师主义宝的发明 就是清除胜利这几日 尽于五千僧人中 当时我们的学院规模没有现在那样大 接近是五千人左右吧 可能是四千多一点 五千人当中即兴而唱善哲 善哲善哲已经讲完了 就表演给你《占据》 三確 三確 全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